三位小师好 24位女嘉宾 还有观众们大家好 其实不瞒你们说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我叫王松阳 今年25岁 是来自上海 现居法国巴黎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港中振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女生能跟我一起看展 你爱看哪种展单 可能很多人也知道 就是两年前的凯旋门 就是被披上了一层蓝色的外衣 这也是一种行为艺术 今年宇人节4月1号那周 就是埃菲尔铁塔 她生了一个女儿的名字叫埃菲拉 就其实法国人 会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然后同时也解决一些问题 对 邓雅文 你好 男嘉宾 因为我也很喜欢看展 然后每去一个城市 可能都会先搜一下它的博物馆 那我想问一下 你逛了那么多展 你觉得你最喜欢的一个展馆 是什么呢 印象深刻的肯定就是 最近有一个梵高的展 因为我很喜欢梵高 然后我最喜欢的博物馆 就是阿姆斯特丹的那个梵高的个人博物馆 5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平时也特别喜欢在巴黎光站 法国大大小小的艺术站 我都会去看 然后包括这个也是在光影博物馆的一个展览 然后这个是在比利时 它是将一些光影投到整个建筑上面 对 这跟我很像 我觉得 来 你的第二个数据 就我不希望女生会介意我买东西是非常纠结 4号 男嘉宾 你好 你是会在什么东西上纠结 比如说你吃个饭你会纠结 今天要吃什么吗 会 会 会 就 就所有的事情都要纠结 当然也不是 就是比如说买鞋我会纠结 究竟应该买小一码还是大一码或者是 不能买正好的吗 为什么大一码小一码 因为鞋的版型不一样 你很难确定 对 应该究竟买这个 17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是17号 董康丽 我完全不介意你会纠结 因为我会帮你选择 谢谢 1号 男嘉宾 那你刚刚在选心动女生的时候 有纠结很久吗 对啊 你拒绝得很久吗 我没有啊 我大概就十几秒就选好了 那还不错 我很好奇在偏好上你是更希望有一个跟你共情 能理解你 陪你纠结的 还是这一类帮你做决定 快刀乱麻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那答案是他要开始纠结了 他要纠结一下 到底怎么样 我们回答一下 对 你心里会跟偏好哪一类 如果是我爸妈的话 肯定希望他们帮我就选择好 但是如果是女朋友的话 我会可能更希望他 我跟他一起做出选择 来看别的 我叫王松阳 三年前因为读演 从上海来到巴黎 现在我就读于巴黎西代大学 数据科学专业 博士生一年级 我喜欢听周杰伦的歌 由此中描绘过的场景 也很值得打卡 走过告白气球的塞纳河畔 听着最伟大的作品 穿越到沙玛丽丹百货公司 在卢浮宫的橱双前 凝视着爱在戏院前的 汉莫拉比法典 我有时也会在一些 看似陌生的场景中 体会到亲切感 在小巷中 闻到面包店里传来的热气 和咖啡馆的香气 这些频繁的瞬间 都会让我仿佛 置身于家乡的熟悉 与温馨之中 在巴黎的街头四处走走 也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一不小心 就会看见相拥接吻的情侣 这样的画面 带给我极大的视觉震撼 他们真的一点都不尴尬 反而是我 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看 我曾经对浪漫的理解 是壮丽的场面 和激情迸发 现在我又逐渐理解到 浪漫并非总是 伴随着华丽和铺陈 它也可以隐藏于 一场生活的点滴 与不经意的体贴之中 我期待这样的浪漫 期待遇见如此浪漫的你 她刚才说的那个片子里边 我也是特别有感触 就是美这种东西 她在于发现 拍爱墙的那一天 在萌马特高地下边有个墙 那个墙上呢 用两三百种语言 写着同一句话 我爱你 我们去的那天呢 那个院子不知道为什么 门锁起来了 两台摄像机 升到那个栅栏里边 就在拍那个墙上的东西 两三台摄像机 在拍我 我一下看到 就在那个墙边上 一对恋人抱在一起亲吻 就这个 就那两三 我当时可以 我说后面后面再拍 就跟她走了 真的把她拉回来 两个人又拍一遍 你的表情是什么意思 我需要一个吻 我需要一个吻 7号 你好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看你的那个VCR 然后你特别喜欢看那个 别人拥吻 假如你有这样的机会 你想跟别人在路边拥吻吗 我首先我并没有一直盯着他们看 如果我有机会 那当然愿意了 因为巴黎是个非常浪漫的城市 那你有尝试过吗 周姐 这要想一下 有 有 有 这就没意思了吧 好像你们没有一样 我们在前面的片子里边 很多人都说到了 中法文化之间的区别什么的 但是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认为的中法文化当中 有没有相似的地方 有的 比如说 有一些俗语 就他们其实是共通的 法语就是原来的法语俗语 然后括号里是它的中文翻译 但是右边的中文就是中国的俗语 我觉得这三句话里边 第三句叫一曲同工 第一句叫一模一样 17号 我想分享了一件中法的共同性 共同点也是在饮食方面 元旦之后呢 法国人会吃一个叫 国王饼的一个甜品 然后在这个国王饼里面 有一个小小的陶瓷 谁吃到这一块有这个小陶瓷的 谁就是今年他最走运的一个人 然后我觉得这个习俗跟中国 包饺子 在饺子里面包一些硬币 硬币 或者是就有很类似的共通点 是的 是的 来看片子 来看片子 回想我的感情经历 一段在上海 一段在巴黎 上海的他是文艺细致的文科生 巴黎的他是优秀干联的博士后 那我的感情故事 就先从上海说起来 我们相识于一场特别的活动 第一次见面 我觉得我赚了 他真人比照片更好看 温柔聪明 那种唯一气质 让我会不自觉地多看他几页 和他出门约会 我很容易吃醋 因为所有男生盯着他看 其实我觉得 你可以不用化妆的 不好看吗 可是化妆会伤皮肤 后来我们开始一果恋 距离产生的情绪 让我们有了争吵 现在想来 其实我们都没有生过对方的气 气的都是自己 无法给对方更多的陪伴 告别上海 爱在巴黎 我们在社交软件上相识 同为法国留学生 听进感来得更快 理工科 我时候 爱听歌剧 阅历丰富 这些似乎让我有些仰慕之情 我们感情很好 但还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 发生了争吵 关于未来规划 我们越吵越激烈 尽管我们曾经尝试 调和这些差异 但最终我们意识到 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决定结束我们的关系 尽管它非常艰难 在感情中 我最在意的是坦诚和信任 我接受你随时看我的手机 我也从来不善聊天信息 我会尽可能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这么美好的世界 我不希望再是一个人的走走停停 我想每一次举起相机 焦点的中心都是你 16号 你好 男嘉宾 我猜你是不是一个程序 差不多 但我其实是博士在读 但确实是计算机专义 那你有没有就是 给新的女生会做一个程序 就是最后运行出来是一个爱心 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个玩意儿 好高级啊 这个我可能不用10分钟 就可以做出来的吧 是吗 你看 马上给我一个响亮的耳光 我说好高级啊 不用10分钟就可以做出来 12号 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12号 清雅 在男嘉宾前面的问题 有提到你是一个纠结的人 但是面对问题的时候 会以什么方式去处理呢 还是就是如果说我们不合适 就一拍两散 那肯定不是一不合适 就一拍两散 个人觉得可能是先沟通 然后再调整自己的规划 调整自己的规划 就是你有没有把你的另一半放入 就是是你们俩共同规划的 这个未来当中 就那就 那是调整共同的规划 刚才的措辞可能不太严谨 哦 这个好像是在国外生活的男生 时间长了 他们的表达 会有这个 已经有好几个男生 都发生了这个问题 你买了几张片 一张 你接下来下面旅游什么规划 我规划好了 他就不能再补充半句 让人觉得听上去是舒服的 最后一个问题 7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是想问一下 就是其实我是觉得 规划跟有承担风险的责任 其实是两个东西 问题的根本是在于 你有没有这个责任心去承担 未来发生的风险 你是第一个想到的是放弃呢 还是说去解决问题呢 我的话一定是会改变的 如果一直以成不变 坚持自己的观点的话 那肯定会出现问题 嘉宾 这点好像强调得 比较充分 不管在这个情感经历当中 还刚上台上 他一直在说 我曾经的感情当中 我是这样的 但是后来我经过反思 我调整出另外一个样子 这一点我觉得 是一个学习性的 这么一个状态 现在留灯的是 6号 7号 17号 上去比较充分回来 导演已经跟我说了 这是个慢性子 有请6号 7号 7号 5号 第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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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的心动女生是 15号 第15号 自推 王松阳的自推女生是 自推女生是 何欢 男生松弛自信 开朗有活力 有好生心 稳中求发展 感情中喜欢势均力敌 心有灵犀的恋人 女生优雅知信 感性想象力丰富 工作中很有上进心 喜欢整洁有序的生活状态 男生欣赏女生做事有条理 女生喜欢男生自信勤快 自制力强 是相爱容易 相处稳当的一对好恋人 看一下女生的基本资料 赵玉彤 体验派人生 期待的她 我的舞蹈人生 选一个 我选择三 我的舞蹈人士 我是一名舞者 用十几年的舞步 编织着自己的成长故事 在舞蹈的世界里 我找到了自我 也找到了无尽的可能 在法国 我将中国舞的美妙 传递给这片一国的土地 我用心传达着千年的文化 成为文化的桥梁 而我们的相遇 是另外一种舞蹈 我期待着与你的公舞人生 演绎着我们未来的旋律 赵美文 鸳鸯火锅 安静的我 这样的我 我选择三 这样的我 三思而后行 不喜欢急于求成 倾向于慎重考虑每个决定 并对可能的结果进行深思熟虑 注重细节 喜欢有条不紊的完成任务 何欢 生活姐弟小思路 想和你做的是巴黎生活日记 我选择二 想和你做的是 期待和你一起探索不同的文化和美食 去环球旅居 一起回归简单的生活 戴庆元 朋友眼中的我 我在巴黎的生活 最想和你完成的事 原则一 朋友眼中的我 非常非常阳光 很有感染力 是一个人的真诚 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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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他 你会觉得快乐可以很简单 明天也可以会更好 希望能有一位男嘉宾 能够走进他丰富多彩的 对新世界 好啊 最后一个问题 问四个主持人 请描述一下 你为了理想男朋友的 性格特点 我希望的男朋友是那种 比较有调理的 比较靠谱的 我不需要他给我太多的 精神支持和物质支持 只要陪着我就好了 我希望未来男朋友是幽默 然后带我一起前进 能帮我一起去选择 并且有责任心的男生 谢谢 我希望我未来的男朋友 是一个画牢 就是画特别多 然后比较有趣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生活到最后 会回归于平淡 那么有画聊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 画多且慢可以吗 不可以 好好好 太慢 太慢不行 好 我希望未来男朋友的样子的话 第一点他是遇到事情会沟通的人 以及包容性比较强的人 因为我可能是一个稍稍比较有自己的主见 稍稍有那么一点强势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的话 我也比较希望对方是一个 能做出一些改变 能够沟通的 然后很具有包容性的一个人 来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会拒绝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我可以上去吗 我明白吗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 由表人生蛋糕提供的 浪漫海岛之内 表人生蛋糕 我们品牌 表人生蛋糕好吃不上 他问了我很多问题 来到中国参加《非诚勿扰》的节目 有没有什么最后和大家分享的 22号 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观点 就是我应该去等待一份 我所期待的爱情 还是应该在试婚的年纪 来找一个合适的人 因为我相信幸福它不会缺席 但它可能会迟到 也许我的真爱 到我40岁 50岁才来的话 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就首先我们要不要被动 那肯定不要被动的等待 对 其实你心里也知道这个答案 第二个 是不是要在试婚的年龄 我觉得没有一段感情 是合适的年龄 它必然会出现的 其实我们不要对自己的人生 有一定绝对的规划 你就是去主动地 去追求自己的爱情 前两期节目当中牵手的 有一队男女嘉宾 他们本来牵手完了之后 接下来时间就是开始约会 谈恋爱 吃饭 逛街 但是两人上来接下来干什么呢 女孩说我哪都不去 我继续在现场看《非诚勿扰》 他们就在旁边 老朋友 你们明天的安排是什么 我们是今天晚上回上海 对 然后本来我是今天下午的高铁 我也改了一下 我有一句话想给我的室友 就是22号 小玉 就觉得就有一句话送给你 就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子 谢谢 哇 哇 可以分享一下我现在的心情吗 就是我录完三场 法国战场我能感受到的 就是我们优秀的华人 在海外真的独立打拼的那种勇敢 还有就是拥抱生活的那种热情 这些都非常的温暖 然后期待着你们会有美好的未来 谢谢 谢谢很好 陈老师 陈老师 我现在脑海中想到的是 事实上为什么有两个巴黎 一个是物质上的巴黎 它建立在欧洲的腹地 第二个是一个精神上的巴黎 它活在音乐作品 艺术作品 小说 文学作品和雕塑里 这背后有对于自由和包容 非常一以贯之 数百年的追求和坚守 我在想一个好的爱情可以是什么样子 丰富 丰富的 这种对生命多样性 绝对的心底的尊重 同时还有绝不妥协的这种极致 你在爱情中绝不妥协了 你才能品尝到那种绝不妥协的 独暑的欢乐 我觉得今天来到这里的男女嘉宾 配得上这样的一种背后的精神 这是法国留给我的意思 现在可以汇报一个准确的成绩了 法国专场三场 七个男生牵手 牵手率70% 我们希望所有在法国专场 牵手的男女嘉宾 节目录制完了 开始他们的爱情 就是两种欠缅的 最好的 确助 多个厚 这种欠缅 自己养 柠环 努力 这种欠缅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